我們說起實況 那會想到什麼? 網路 廢話 其實大部分實況者都需要一個視訊頭來Cover自己 無論是你要做一些有效果的Play、開箱之類的 都需要一個很好的攝像頭 那其實C920就是羅記者這款 是我2015年大概3月的時候買的 那其實過一過時間點的話應該也是3年多的時間了 然後其實昨天我有拍一部就是看結局的一個動漫的影片 那其實那個視訊的那個畫面我們個人是不滿意 然後所以我就查了一下羅記它商務型的整體的機型有到什麼樣的地步 所以我後來查一下就找到了這個 目前商務最高階的它叫Brio這個機型 我剛剛Google翻譯一下叫做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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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它的那個 那個 起諧音的話就很像聽起來就很像不要 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那基本上這個 在光華的一個實際價格售價的話應該是6600多塊 有上到6000多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像是更下一階的像C922 那其實C920的比較改良版 也差不多落在3000多塊啊 所以這整體就是那些那個平常大家愛用機型的兩倍價格 但為什麼會選擇這台呢 主要是因為它主打的是4K 另外它還有1080 60fps的一個錄影效果 所以以這個效能來說的話 已經是這個達到很好的成果了 所以我們現在 基本上就是內包裝直接外露出 就是攝影機 廢話 好 好 攝像機 攝像鏡頭 它後半邊就有一個USB的孔 我們看到在這邊 這一個小孔 然後它需要插的是USB 3.0 所以如果你沒有USB 3.0的話 那就要趕快去弄一下了 好 剩下的話它的麥克風武器是兩個 但是我還是覺得要把這個毛線膜撕掉 因為好像要擋到我的這個 旁邊的這個孔 這樣會覺得很難看 那其他大部分的一個攝像頭的設計 都一模一樣啊 就是下面有一層 它可以把它掰開 然後你可以卡在像是螢幕上面啊 或者是什麼地方 現在我還是用這個C920的畫面在錄 所以可能畫質不是那麼好 如果我要真的要開箱錄的話 我剛剛大概用iPhone7開啊 對不對 好 現在你們先看一下這個 目前 目前C920的畫面 然後再跟等一下的C9 我們的這個BRIO機型去做對比 內容很簡單啊 就是線 加 那個 我們的核心 等一下它有附一個東西耶 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一個套套 它有附一個套子 欸等等 我出一個問題了 就是它下半部基本上都有一個可以轉的頭啊 但是好像沒有 就它下面沒有一個直立架 是不是要做旋轉啊 哦 我懂了 它是要直接這樣子把這個轉下來 變得好麻煩喔 那我覺得舊的機型可能會比較好用 那我整整理來先看一下套子好了 套子 就是 呃 這可能就是給出國用的時候有一個加成保護吧 其實 我出國帶視訊頭我都直接塞到那個 背包裡面我都不管它的 呵呵 就是會有這麼粗暴的使用者 啊 難怪視訊頭都怪怪的 啊 線材也保護得不錯 啊基本上 有藍色孔的都是USB3.0 所以是蠻好分辨的 魔鬼站 嗯 這個聲音有夠難聽 好 基本上就是插入到 呃 這邊的話基本上都可以使用了 剩下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直接安裝 然後來測試一下 這個 六千多塊的攝像頭 和這個三千多塊的老貨 有什麼差別 好的 你現在聽到的聲音都是來自這個 最新的攝影機的畫面 然後把畫面調成這個1080 60fps 但是 發生了一個 很致命的東西 就是 這個攝像頭呢 在WIN7 是沒辦法支援到 60fps 啊你現在看到這台電腦是WINS 所以你懂 我為了 升級啊 我在主電腦 的這些費用呢 啊 沒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這幫大家先買個保險 就是 如果你基本上你的設備是WIN7的話 就 可以暫緩一下 但是因為其實我的實況機 是WINS10 所以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而且甚至我在玩一些3A級大作的時候 都是用實況機 幫我實況 所以 欸這樣其實 剛剛好 只是我在錄影片的時候 我買這個攝像頭 就 就有點小 小可惜了 你知道嗎 啊現階段 嗯這個算帳度我個人是 還蠻喜歡的啦 對 看那個手指尖的浮動 嗯 嗯 然後我們等等 有機會再拿那個 30FPS 我們我們調一下30FPS 你看喔 這是60的喔 好 好現在我要挑戰30了 你感受一下這個 兩倍數之間的差距 好 這是30了 30了 呃 30了 感受一下 好我要換60了 呃 公道自在人心啦 你們自己看有沒有差別啦 反正又不是我花錢對不對 欸是我花錢 啊對 我有花錢 呃 其實也 沒什麼關係啊 但是 我有發現到那個 之前C920的那個黑邊 基本上就消失了 已經沒有看到了 所以 呃問題解決了 但是 沒辦法用在WIN7上面 讀不到 那算是一個 蠻 蠻可惜的 一個設定啦 就希望 也不是希望啦 我覺得 我們都該從 WIN7淘汰成WIN10 WIN10真的是 難用到爆炸 聲音又吵 又在更新 呃 沒事在那邊愛該叫 對不對 但是 畢竟時代在變 我們也要跟著變 呃聲音怎麼樣 我們剛剛 呃 不是上一邊的聲音的話 是這個 AD2020 就是 電容是麥克風 聲音比較好一點 那現在你聽到的話 就變成是這個 呃光攝像頭的一個聲音 呃 所以 性價比高不高 你花兩倍的錢 得到 這樣的一個效果 就看看個人 啊 啊 我個人覺得還蠻OK 然後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組的 錄影設備 所以我需要拍影片的話 我可能就是移到 實況機這邊來 這就是有兩台電腦的好處 好 那我們這邊 先告一段了 感謝大家 這個 整體來說呢 畫質OK 但是這個 相同性 稍微有點可惜 不過 還是給蠻高分的 就看各自的選擇了 各位掰掰 拜拜